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微博之夜王一博官宣 后援会因平台临时改规则 表示不再参与 微博之夜官宣UNIQ王一博 这是妥妥参与活动了 可是就在前一天 王一博的后援会却表态不再参与新浪组织的 任何数据类活动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微博之夜的阵仗这几天可谓闹得不小 各种的小动作频出 都知道流量时代 拼的就是数据 特别是人气跟话题度高的艺人 更是粉丝圈中必争之地 为的就是让自己家艺人不要被比下去 可是王一博的数据纵观这几年 在爆火后貌似就一直挺佛系的 并非配得上王一博的顶流人气 甚至被业内各种的嘲讽 认为他的人气是水分比较大 特别的虚 说到底 就是粉丝比较懒 做数据这种事根本不上心 大粉整天号召 结果没有任何动作 也不懂为何这群粉丝 对于数据就是不感冒 可是在消费购买力上 却史无前例的牛逼 这种反差也是挺特别的 就在最近王一博参与微博之夜的话题 更是引发了黄牛圈票价忽高忽低的波动 因为王一博的行程一直未定 导致了很多人对此猜测 到底是为了避嫌还是低调 为何这种活动都不参与 还是因为风波影响 刚拍新剧的原因 所以才不参与吗 各种的问题扑面而来 粉丝都不确定到底是否参加 就在一众吃瓜群众围观的时候 最后才从王一博方了解到 他会去参与 结果呢 王一博的后援会在得知王一博参与后 为了配合微博之夜平台 在王一博共赴微博之夜的话题中 卖力宣传 共同打造了一个不错的数据 要知道 在得知这个任务的时候 感叹一句 王一博的粉丝的确不容易 在14个小时的时间里 完成了任务 共同打造了阅读量11.4亿 讨论次数215万 原创7.2万的成绩 这对于一项号称懒猫的粉丝们 这个行动力已经不俗了 没想到 平台居然临时改规则 缩短了时间 直接无视了王一博家粉丝的各种数据 甚至给出了理由是相差0.09分 直接不能进入前15名 说白了 就是白嫖的意思 粉丝辛辛苦苦搞了数据 最后平台不予理会 甚至还不给具体的数据 其中的水分可想而知 就是用了你们炒热话题后 扭头不承认 这种做法直接惹毛了王一博的后援会 之前是多次邀请后援会组织粉丝搞数据 后援会因为王一博的参与 配合了这次话题活动 没想到最后沦落至此 白白陪跑了一圈 这要是放在谁身上 都气不打一出来吧 白嫖也就算了 还上赶子不予理睬 着实有点欺负人的节奏 针对这种情况 王一博的后援会直接表态了 往后不再参与新浪的这种活动 消耗粉丝 还得不到尊重 这么大的平台 果然是电大气小的节奏 王一博后援会的态度挺刚的 但是做法是正确的 本来这种掺水的数据 没有必要 如果不是因为王一博的参与 谁会配合呢 炒热了话题 扭头却被告知不符合规则 为了白嫖临时改规则 这种做法不说别的 挺不厚道的 你说呢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